海棠看着阿念黯然神伤的神色叹了口气,自从阿念从紫金宫离开到今日过去四年了,他一直很想念枪炫,但都忍住不去想不去看,可今日他终于忍不住了。 海棠轻声说,王姬,不如我们亲自去问问王子。 亲自去问他,阿念一愣。 海棠接着说,王上不在乎门第血统出身,若。 阿念瞳孔一缩,喃喃道,是啊,他是高兴王,若他支持,哥哥。 阿念的母妃就是一个没有身份,低微到尘埃里,在小山村里做苦役的女子,想到这里阿念浑身发颤。 海棠,收拾行李,我们立即出发。 是。 海棠快递收拾了一点细软,和女扮男装的阿念溜出了承恩宫。 高兴王立在书房窗前,望着窗外碧蓝天空,白云朵朵之下,一亮云脸消失在云层深处。 入收问,就这样让王姬离开吗?高兴王面含微笑,孩子们的事就让孩子们去解决,阿念在高兴闷了那么久,出去散散心也好。 入收低声道,他岂不是要把神蒙山给闹翻了? 相反的,阿念到达旨意城后却安静了下来,甚至开始打起了退堂鼓,旨意好歹是轩辕的地界,他一个高兴的王姬不请自来,万一被识破,是要给高兴王惹麻烦的。 阿念对海棠说道,我们还是先回武神山吧。 万一,那女子是枪炫哥哥的朋友,或者是轩辕士族的什么千金小姐,我贸然前去,岂不是落人把柄,说我虎脚蛮缠? 海棠道,王姬你虎脚蛮缠也不是第一次了,我想世子是不会介意的。 海棠,你现在越发大胆了。 阿念嘟着嘴说道, 海棠陪笑,公子带小得好,小得自然是宠儿骄。 阿念被逗笑,今晚先在旨意城里住一夜,等明日给枪炫哥哥送个馅儿我再去。 海棠点头说,小得这就去找驿馆。 安排好晚上的住处,阿念带着海棠游荡在旨意城街头,两人兴致盎然,在各个摊子前留恋,镯子,发簪,胭脂水粉买了一大堆。 突然一个身影与阿念擦肩而过,阿念嗅到一股熟悉的淡淡的清烈香气,阿念扭头追随着香气看去,只见一子一男子干净修长的背影,长发如墨披在肩头,背着手拐进了一家歌舞房中。 阿念对海棠说,你先将东西放回驿站,然后回来寻我。 海棠答应一声,抱着一堆东西,消失在人群中。 阿念学着那些公子哥的模样,大摇大摆地走近点着大红灯笼的歌舞房中,寻找着那摩紫色的身影。 舞台上有五名舞鸡正在跳舞,阿念厌恶地从这些人身边走过,见那摩紫色的身影消失在二楼楼梯尽头,他跟了上去,却被一个人猛地拉入一间房内,阿念惊呼一声,稳住身形。 紫衣男子关上门,慵懒地靠在门上,打亮着女扮男装的阿念,你跟着我做什么? 阿念本要发火,看清男子长相,正愣在原地。 防风背身出手,在阿念眼前晃了晃。 你是谁?阿念瞪着一双大眼睛问道。 我,防风被挑了挑眉,不认识我是谁就敢跟着我。 我只是觉得,你身上的味道很熟悉,好像在哪里闻过。 防风被咧嘴笑道,是极北之地的寒雪之香。 阿念说,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? 防风背凑到他眼前,我是防风氏二公子防风背,你哥哥认得我。 阿念惊讶问道,你认识我哥哥,遂又觉得不对,又问道,你知道我是谁? 防风背笑得何不拢嘴,枪炫的宴会上,王姬打翻酒杯,摇摇一眼,过目不忘。 阿念脸色浮上红韵,我那是不小心手滑。 防风背玩味的眼神从他身上扫过,王姬女扮男装,不会只为了到这烟花之地游玩吧? 阿念瞪他一眼,跟你没关系。 说完打开门走了出去,海棠正在街上找得交集,见阿念从歌舞方中出来,忙迎上去,王,公子可急死我了。 阿念说,我饿了,我们去吃饭。 海棠欲言又止,就是不往前走,阿念扭头看他,你今日怎么了,走啊。 海棠低头道,枪炫王子一会儿就来接我们。 你告诉哥哥了。 奴婢怕出乱子,给王子递了馅。 阿念气得跺脚,往歌舞方看了一眼,说,走吧。 回驿馆等着。 阿念和海棠回去的时候,枪炫已经等在驿馆中了,他起身笑盈盈拍了拍阿念的头,许久没见,你越来越漂亮了。 阿念在见到枪炫的那一刻,一切埋怨和难过都烟消云散,他抽了抽鼻子,将头埋进枪炫的怀里,柔声喊着,哥哥。 姓月,肥日,刚下过一场宝雪。 小妖挖出之前,埋下的青梅酒,小心翼翼地用木勺咬了装进一只白玉子料的玉瓶,那玉瓶上还坠着一只雪白的碎子,上面串了一颗紫色的琉璃珠。 小妖盖好瓶盖,很满意地拿在手中欣赏。 苗普问道,可是给柿子的。 小妖摇头,枪炫有的是美酒喝,我这是给防风被的。 苗普偷笑,这防风被竟有如此能力让王姬放在心肩尖上。 小妖淡笑不语,裹紧了身上的白兔毛斗篷。 夕阳西斜时,有宫人来请小妖,说紫禁宫中有人想见她,小妖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阿念。 她来神农山快一个月都未路过面,枪炫接了密函去往赤水城不过半日,她就憋不住了。 小妖起身披上斗篷要跟着去。 苗普拦住她说,王子吩咐过,二王姬来找,可以不予理会。 小妖笑道,阿念又不会吃了我,没事。 小妖跟随工人来到紧靠枪炫殿旁的另一处小宫殿,碧瓦红墙外,掩映着一片翠竹,很是清幽安静。 小妖静直走了进去,幽深的殿堂内,正前方摆着一张沉香卧榻,阿念穿了一身鹅黄色衣衫坐在榻上。 小妖问,你叫我来? 海棠斥责一声,大胆。 见到浩灵王姬,竟然不参拜。 小妖笑瞅了一眼说话的海棠,道,这里没你什么事。 阿念站了起来,指着小妖说,你是什么身份,敢跟我的婢女这样说话。 小妖不禁有些疑惑,难道高新王并未公开自己的身份? 小妖试探着道,难道高新王没有告诉你? 阿念医症,告,告诉我什么? 我的身份。 阿念盯着小妖,脸上表情变换莫测的,一会儿愤怒不已,一会儿又渲然欲气。 阿念吼道,枪炫哥哥不会娶你的。 小妖目中流露出震惊,原来阿念把自己当成情敌了。 这个傻姑娘。 小妖道,你放心,我不会嫁给你的枪炫哥哥的。 阿念双手握成拳头,怒道,什么意思? 枪炫哥哥哪里不好,你为什么不嫁给他? 小妖盯着他的拳头,怕他动手,枪炫是很好,但非我心头爱。 阿念大喜,你有心上人? 有,那你不是要来嫁给枪炫哥哥的。 小妖轻笑,自然不是。 阿念一屁股坐到了榻上,恶狠狠地说,你没有骗我吧? 小妖笑道,骗你有好处吗? 阿念想了想,似乎没有。 你发誓。 小妖毫不犹豫举起手,信誓旦旦地说,我发誓,绝不嫁给枪炫。 阿念彻底放下心来。 她问,那你为何在紫禁宫住了三年多? 小妖便将救了枪炫的事,添油加醋,姗姗简简地讲了一遍。 阿念听的云里雾里,只知道小妖救了枪炫一命。 枪炫为了感激留她在紫禁宫中养伤。 让我发酬这个词。 什么招勁。 EN是白色味。 然后再得了一遍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